风水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一门悬术,也称青巫术,青囊术,较为学术性的说法,叫做勘于。 风水是自然界的力量,是宇宙的大次产能量,风就是元气和产能,水就是流动和变化。 风水本为像地之术,即临场笑查地理的方法,也叫地相,古称勘于术,它是一种研究环境与宇宙规律的哲学。 人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,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,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 但是随着玄学的发展和完善,虽然风水堪与很多人都不理解,如今更是认为所谓的看风水的都是骗子,但是在古代。 尤其是,尤其相信,如今所谓的迷信,基本每个朝代都会有所谓的国师存在,单单只会骗人的话,是做不了国师的。 古代有名的七位风水相师是谁呢? 记得订阅国学新旅,每天为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国学文化。 一,郭婆 两晋十七文学家,迅古学家,风水学者,西晋末年,郭婆为宣承太守,隐有参军,进元帝时,拜著作左廊,与王隐共转进士。 后为大将军,王敦记是参军,已补士不及劝阻王敦谋反而遇害。 郭婆为正统的正义道教徒。 郭婆除家传义学外,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术学,是两晋时代的方术士,传说他擅长预补先知和诸多奇异的方术,他好古文,其字,经天文,历算,不是,长于复文。 由已由先知名仲当事,著有《郭红农籍》、《藏经》、《青囊经》等风水著作,被誉为风水学鼻祖。 西晋末年,大将军王敦欲谋反,请郭婆补士吉凶,郭婆告诉他无成,王敦又问若启士的话,自己能够活多久,郭达,民工启士,避祸不久,若助武昌,受不可测,告诉他不可以起兵造反。 方可命酒,王敦大怒,问道,轻受几何,郭婆算了下自己的命,说道, 宁尽今日日中,果然圣怒之下的王敦当天就把他杀了,十年四十九岁,郭婆临死前,欲言行刑的地方必有喜鹊,果然如此。 王敦起誓后,两个月不到战败奋婉而死,一一都被郭婆说中,郭婆后人在其灵就离开了荆州,无人知其埋谷之地。 数年后,晋明帝在南京玄武湖畔修建了郭婆的衣冠种,名郭公敦,保留至今,明朝画家沈州在其,永风水,一诗中写道,气散风出哪可居。 先生埋谷里何如,日中尚未逃兵解,世人经由信藏书,便是说的此事。 二,袁天刚,袁天刚是唐代的相师,中国相术大师,相传他懂得封建,极凭风生风相,可断吉凶,又精通面相,六人及五行等, 著有六人课,五行相书,三世相法,和李淳峰共著的推背图,袁天刚称谷歌,等。 袁天刚以功于相术文明,新旧唐书的袁天刚传,都说,他在隋朝时与杜燕,王规,维庭等由,推断诸人名位,皆如天刚之言,在唐代,又为岑文本,张行成,马周等看过相。 无补应验,甚至还有,他为武则天看相,欲言其为天子的说法,这些记载自然不完全属实,但袁天刚与一般的江湖术士却有不同,他在相术方面特别善于论理,把细致的观察与精致的推理相结合,原代学者带良把袁天刚视为荀子以后善于相术的第一人。 三,李淳峰 李淳峰是唐代道士,道号皇官子,李淳峰自幼聪慧好学,博览群书,尤其精通天文,历法,数学等,是世界上个给风定级的人,他的名著,以己战,是世界气象史上早的专著,李淳峰和袁天刚所著的,推背图,以其预言的准确而者称于是。 推背图是中华预言奇书,传说他是唐太宗李世民为推算大唐国运,下令当时两位的天象家李淳峰和袁天刚编写的,李淳峰用周一八卦进行推算,没想到一算起来就上了瘾,一发不可收拾,竟推算到了唐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命运,直到袁天刚推他的背,说道,天机不可再谢,还是回去休息吧。 因此这本预言奇书得名推背图。据说,当年李淳峰和袁天刚各自要为自己选择一块墓地,他们一前一后身背罗盘,从京城一路南下寻觅风水宝地。 却碰巧都选在了同一地方,先来到四川浪中的袁天刚建了天宫院所在地,觉得这里是块风水极佳的地方,就埋了一枚铜钱做记号。 不久后,同样为自己挑选墓地的李淳峰也来到浪中,在寻觅途中也镶中了天宫院所在地的风水,便插下一枚金针做记号。 后来两人相会时,提起风水仪式,都称已经选中一块极佳的风水宝地作为自己的墓地。 结果,发现竟挑中了相同一块地方,争执不下的两人挖出了之前所做的记号。 他们惊奇地发现,李淳峰的金针刚好插在了袁天刚的铜钱眼中。 于是,两位风水大师各自退后五里地,修建了自己的墓地,共同在中央位置修建了至今保存完好的天宫院。 四,杨军松 杨军松为唐锡宗朝国师,官至金子光禄大夫,掌灵台地理事,为唐朝地理风水学家,名义,别号一玄, 事称旧贫先生,驻一龙经,汉龙经,一粒素天宇经,都天宝照经,天远乌土经。 杨军松一生致力于风水之术,浮危济困,晚年却不幸为政客所害,在他所处的时代,唐帝国已经衰微诸侯称霸。 统霞乾州,也就是今天的江西赣州的诸侯,是卢光愁,他早有独霸天下的野心,于是自立为王,号称卢王。 卢光愁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,便请杨军松为其补天子弟,补得后将其母改葬,在答谢杨军松的宴席上。 卢光愁问杨军松还有天子的否,杨军松答道,一席十八面,面面出天子。 卢光愁不愿别人也得到天子弟,与他争夺天下,于是在酒里下毒。 杨军松察觉后,立刻带着徒弟回家,可惜传道鱼都要口罢,便毒性发作。 杨军松问弟子曾文禅此处何地,曾文禅说是要口。 杨军松叹道,要道口死矣,仇不可不报也。 临此之前告诉曾文禅游说卢光愁在赣州摩车湾安装水队,十字路口开凿一口水井,则世代代为天子矣。 曾文禅不解,询问其中的奥妙。 杨军松解释道,墨车湾安队,单打卢王被十字路口开凿,卢王自一井,在不同的位置上安队凿井,在风水上破了赣州的天子气,只杀了卢光愁。 后来卢光愁果真被常拥居,疼痛难忍,自已身亡。 5.曾文禅 曾文禅是杨军松做下首席大弟子,从小就喜欢看关于天文地理的书。 后来,得到杨军松的悉心教导,终于成为风水看余大师。 曾文禅特别善于看余风水墓葬之术,著有《八分歌》、《泥水经》等书传世。 当年,杨军松云游天下,本无意驻足,但曾文禅却想找一块急壤定居。 有一天,曾文禅发现三辽这个地方不错,就告诉师傅杨军松说他找到了一个前有金盘玉印,后有两伞折音地方,如果住下来,子孙可以世代为官。 杨云松过去一看,果然是一块山环水绕的肥美盆地,盆地中间有一座长条形的石峰,盆地后部有一棵两伞形的松树。 树下是一块圆形巨石,他告诉曾文禅说,这里果然是我们堪于人的市居之地,你看前有罗经西石,后有包裹随身, 住在这里,子孙世世代代端着罗盘背着包裹出门,杨军松和他的两个个弟子一起,在盆地中间搭茅棚居住,他们把茅棚称为辽,师徒撒人是三座茅棚,附近的人们就把这里称作三辽。 六,赖不一,原名赖风刚,自文郡,道号不一子,故也称赖不一,又号称先知山人,增人国师,后受奸臣秦桧陷害,流落民间,足迹踏击全国。 以风水术,浮危济困,注若抗墙,留下了许多神话般的传说。 传说赖不一所著,清无序刚刚脱稿就被南华帝军的使者白元取走,经一百多年后传给了刘伯温,刘伯温凭他辅佐朱元璋成就了地业, 又有传说孙中山先生的祖坟也是赖不一刊定的,据传香港,广州,英德等城市都是由赖不一刊定选址,后来传世之作有清无序,翠冠篇的,是干南四大刊与祖师之一。 七,刘姬,刘姬又叫刘伯温,是明朝的开国功臣,辅佐真龙天子朱元璋夺得天下。 后又看出朱元璋的野心,于是词观隐居,刘伯温博通经史,由经巷尾之学,识人笔至诸葛亮。 刘伯温的风水堪于旺气之术相当厉害,著有烧饼歌等预言书。